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鄭老師同學會 今天大盤如玉其郎 台積電帶動 當然你說美國股市升息 怎麼樣 就是算利空出徑 短線的利空出徑 但是如果明年到了明年3月的話 可能真的要升息的話 當然你就要閃一下 但是明年的事情 但是今年你還是看台積電 為什麼 我想我一直告訴各位很清楚 你這個製程最強的還是台積電 對不對 你看今天台積電漲8塊 貢獻大盤多少 64點 貢獻一半的點數 今天漲125點 一半都是台積電貢獻的 所以怎麼講 你說產業趨勢這種東西 你真的要跟對人 我想電子業 我應該算是台北股市裡面算很強的人吧 因為我太多朋友 那我看的工廠也不少 太多同學朋友都在電子業 都是高層 那很多東西我可以問得到 產業的東西我也可以問得到 你說籌碼面這些法人也好 或者說內支的大戶也好 他們的進出 大概我也都問得到 但是 你說我們要做 還是要買有肉的公司 所以你說像普通的AMD概念股 前陣子有我們做台景店 台景店做完了對不對 這邊就把它出掉 最近是跌了 因為他漲多 那你說 又做愛普 但是愛普 做了一段 接下來就等第二段 我也告訴你這個創意 世新 現在就是精彩 精彩比較沒有漲到 還可以買 我覺得還可以買 再來就是那個什麼 AMD概念股 有啦 中砂我也跟你們講 對不對 真的漲到一百塊 那就算了 那他還是很好的公司 那就是AMD概念股 今天也創破段新高 那個肉就比較多了 所以怎麼講呢 對不對 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買在還沒漲的時候 還沒人講的時候 你說中砂對不對 漲到一百塊的 就有人在講 沒興趣了 所以怎麼講 你說航運股 我昨天也提到 我說 真的啦 你說這個 今天長榮算收的好 但是你說今天的2609 對不對 收的就不好看 2615也收的不好 這個 兩支都收黑 不過是量縮 所以你還是要看投信 其實這波 外資一定是 今天外資是賣超 你看美股大漲 今天外資竟然是賣超的 為什麼 他們要過聖誕節 他們要過聖誕節 對不對 所以外資也是賣的 當然 今天理論上你看到外資應該是賣超的 所以才會這樣子走 所以 如果以長榮來看 縣是不錯 長榮的縣符合我昨天說的開高 有沒有 小紅小黑都無所謂 小紅小黑都無所謂 但是是開高 而且是收紅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看明天 就看這個 可不可以衝破 那不能衝破 他可能要下來 所以你看陽明就是這樣 對不對 縣就比較醜 縣就比較醜 量縮是好事 但是縣醜 那如果打下來 像這2615打下來有沒有 他如果打下來 就比較不好 所以這兩支明天就關鍵 我想我還是先講在前面 這兩支你明天收的比較弱的話 那下禮拜可能就要多空表態 短線的多空表態 所以我這邊還是這樣子的看 我想這一波對他們的看法都沒錯 對不對 不管說這邊叫你賣 這邊我看保守 因為很多人還看多 對不對 真的破了 破了之後我說這邊有人在買的 這邊我說有人在調節 你可以賣一些 這邊我說還沒死 阿會長 來到這邊我說我全賣的 對不對 我叫有些之前買航運股 我說叫他們全賣的 因為 反正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這邊全賣的OK吧 對不對 那這邊當然是沒死 但是你說 兩三支又不同掉了 拍走 就拍走的 要拍走 當然有人看會過前高 我們自己看著辦法 有人說看會過前高 希望 你們自己就邊走邊看吧 對不對 這個 像長榮間符合 我昨天說的 但是陽明萬海就沒有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看 你說看K線 技術面也要說話吧 籌碼也要說話吧 外資要賣 你也沒辦法 外資要賣 外資最大人家有錢 對不對 你說這邊 這一波他也買的不少 這一波他也買的不少 對不對 他如果賣下來 也可能回撤 所以 任何的東西 我們都要做規劃 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拉高 就是 減碼 對不對 不用去 摊 不用去想太多 就像說前陣子 為什麼一堆人套在這邊 就是 每個都想當衝 當衝不掉就留著 對不對 留到後面就死掉 你說萬海 萬海還好 你說長榮 對不對 揚明 就是這樣 這邊都想當衝 每個都想衝 每個都想衝 衝不掉的 有些衝不掉的 就倒楣了 這邊就搶反彈 搶不掉的就倒楣了 對不對 這邊很多人想搶反彈 我知道 一百九一百八 那邊我還叫你賣 對不對 那這邊很多人想搶反彈 又是底部區 對不對 後來不行 又破底 所以 你不要想 想要做短去逃平 做股票做短 沒有人看得準的 我講白一點 主力大物做股票 他們都有目標的 外資也是一樣 公司派也是一樣 他們的 明年的獲利會到哪裡 對不對 他們都會有目標的 人家不會那麼笨的 只有說 對不對 阿炮老師會亂喊 然後呢 散戶呢 對不對 會太天真 看到長會受不了 尤其是最後的噴出段 最後的噴出段 真的長得好美麗 真的你會受不了 但是這邊都是最危險 是不是這樣子 好啦 那我剛才提到的 你們注意一下好不好 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來電 也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